大家好 blackrock作为持有amc和gme股票数量最多的机构 对这两个股票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呢 我感觉 网上的贴子 视频 讲到他们 经常会有不准确 甚至错误的一些描述 也包括我自己啊 之前的节目 关于他们 有时候的理解 也是有偏差的 这两天呢 我去他们官网上 看了一下他们的相关资料 这期节目呢 想跟大家 以这种问答的方式啊 简单分享一下这家公司 尤其是跟我们amcgme股票相关的一些基本知识 那第一个问题 就是blackrock是做什么的 简单说呢 blackrock就是一家资金强大的买方公司 买方公司指什么呢 就是去买这种金融服务 包括企业融资 包括最近总提的这个darkpool 暗池服务 也包括行业研究报告 当然了 也包括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买股票 所以要这么说呀 那我自己也是买方 对不对 我熊猫 可以算是破产版的blackrock 是吧 我这么夸自己 我觉得并不过分啊 blackrock 他打出知名度呢 是在金融危机前后的两次收购 一次是美林 一次是barclays 但是总体而言呢 blackrock最为人所知的 我觉得就应该是他的投资风险管理 因为要给非常多的客户提供这种资金管理 那就要控制风险 对吧 那么怎么给客户提供资金管理呢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基金 是吧 mutual fund 或者etf 当然了 我们都知道啊 mutual fund 和etf还是有点区别etf是可以交易的 就是等效于追踪当日的那些个股票 是吧 自己进行买卖 所以有做空etf的这种说法 但是 mutual fund呢 就没有这些概念 再一个呢etf 它基本上是严格追踪指数 mutual fund呢 可能是追踪指数 也可能是自行选择建立portfolio 所以etf的话呢 一般调整的频率比较低 指数那边不调整 那这边也就基本不会变 所以这两个etf和 mutual fund 是有些许的这个区别啊 但是在这期节目里呢 我们就暂且认为 两者没什么区别 好吧 有时候呢 我可能就混着说了 我就这么一说 大家就这么一听 好吧 所以blackrock 他就要去买各种各样的股票 去组成基金 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了 blackrock 如何组建自己的这些mutual fund呢 那么在blackrock呢 基金的组成有两种 其中大概有70% 都是跟着指数 跟着etf去做投资 那么跟我们都关心的gme amc相关的 那就是rasso index 是吧 amc在rasso 2000gme在rasso 1000 可以在blackrock的官网上看到啊 跟rasso指数相关的基金有不少 所以说 当rasso指数那边 对amcgme的这个股票权重 数量 做出调整的时候 blackrock自然也会跟着 对自己的这些个基金进行调整 所以我们去看rasso 2000指数的页面 看到7月30号 amc在指数里的这个权重啊 是0.52% 对应的呢 是921 1191 这么多的shares 那最近一次调整呢 是在8月12号 amc的权重降到0.46%了 但是因为这个股价 他不是跌了吗 所以对应的shares数目反而增加了 增加到9285 255 是吧 那gme是同样道理 8月12号的调整 这个shares也是稍有增加 所以blackrock呢 要根据这样的比例变化 去买入amcgme的股票 这就是我们英文说的passive management 被动投资 对吧 甚至可能呢 就是机器 它自动根据指数去做的这种买卖交易 对吧 你这个又不需要什么高明的决断 是吧 所以完全可以自动化 那么刚才说了blackrock70%的投资 都属于这种被动投资 剩下的30% 就属于主动管理型了 就是英文我们说的active management 这个呢 主要就是偏研究型了 要么这个基金经理 要么是计算机算法 去寻找alpha优化组合 以便呢 获取这种超额的收益 那这部分里面呢 有没有amc和gme 我不知道 当然是有可能有的啊 但我还是认为 占70%大头的被动交易 才是blackrock购买amcgme的主要原因 所以这里呢 已经回答的这期这个标题里的问题了啊 当看到blackrock大力购买amcgme股票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期待的 那反过来 当blackrock在卖amcgme股票的时候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那么 紧接着就是第三个问题了 blackrock会不会把自己基金里的股票借给空头去做空 答案是 会 那elon mask早在2018年 就在炮轰blackrock这种行为 因为他影响了特斯拉的这个这个股价 那其实这个想想也是很显然的 blackrock70%的被动投资 收入来源 只是那区区可怜的管理费 一般这种 你给客户服务的这个基金 是吧 你怎么好意思收那么多钱呢 一般也就是不到1% 对冲基金的话呢 可能收的多一些 是吧 2%左右的管理费 外加20%的利润 但是那个毕竟他占的比例少啊 blackrock也要挣钱养活公司员工的 对不对 那么securities lending 确实是他们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 不仅如此 blackrock对做空 是持支持态度的 我们以前节目里说过啊 很多研究都表明 做空对市场是利大于弊的 那么blackrock自己官网上这个policy spotlight的这个文章里啊 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做空的态度 看那个黄色方块里啊 他们认为 做空可以增加市场的稳定性和流动性 为这个投资者减少交易的费用 同时呢 blackrock还认为 做空不会降低股价 做空不会增加波动性 所以啊 要问blackrock有没有借出自己基金里的这个gme amc给空头去做空 我认为那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 这里呢 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我不知道上哪儿去可以查blackrock借出股票的数目啊 我是觉得没法查 我见到有的db视频里呢 看那个fintel的13f那个表 说啊 这个blackrock的amc股票数目减少了 一定是借出去了 我认为那个是错的啊 这个13f这个表递交的 是卖出股票的数目 而不是借出 这里我就特别说明一下 好 那第四个问题 blackrock的securities lending是怎么个步骤呢 首先blackrock他借出股票 可以直接借给空头 也可以借给银行 然后由银行去继续借给空头 或者银行自己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但是不管blackrock这边借给谁 这个基本步骤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拿空头做空amc举例 是吧 那基本原则就是 blackrock借给你空头amc股票 空头呢 给blackrock抵押和这个借贷费用 抵押呢 就是英文我们说的collateral 他分两种 一个叫cash collateral 顾名思义嘛 就是给钱 另一个呢 叫non-cash collateral 这个呢 就是根据当时amc的股价 你抵押一些其他的股票 作为这个等价物 那这个collateral的价值 是需要双方来协商的 或者你通过broker 或者lending agent 就是中介啊 大家一起来协商 那根据blackrock网站上的声明啊 这个cash collateral的价值 大概是你要借走的amc这个总价格的102%到105% 而non-cash collateral 大概是102%到112% 对吧 这里blackrock 你看 他就把这个风险就已经考虑进来了 那比方说有一个空头 在amc35块钱的时候 要借走1万股去做空 那么这一共 是吧 就是35万美元 对吧 所以你这个空头嘛 要么交钱 是吧 交36万美元押金过来 要么把你手里 比如说亚马逊股票 是吧 抽出120股来做抵押 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如果你交来的呢 是亚马逊股票 那么这个股票呢 就放在一个第三方监管的这样一个账户里 在amc股票没有还回来之前 这个亚马逊股票 谁都不能动 那么假如说 突然有一天amc暴涨了 一天从35涨到70块钱了 对吧 翻发了 这个时候就存在一定风险了 对不对 他可能空头那边就不能按时的 买回amc股票进行平仓了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类似margin call 所说的 空头会被要求 在补交120股亚马逊股票 到这个第三方监管的账户 整个这个过程呢 这个亚马逊股票 就在这个账户里放着 那么直到什么呢 直到这个空头 他确确定 还不上这个股票了 对吧 amc 比如现在股价是100美元了 那空头那边呢 没有亚马逊股票了 也没有钱 是吧 这个英文呢 我们就叫做default 对吧 还不上钱了嘛 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啊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blackrock 他就可以去卖掉这个账户里 总共245亚马逊的股票 是吧 多退少补啊 现在amc的股价都100美元了 你卖掉245亚马逊 不够赔的 为什么 你blackrock那边 买你这个基金的客户 都等着 都等着这个 挣利息 挣钱呢 是吧 你自己 把amc股票借出去了 现在人家还不回来 你就得呢 自己把这个差价给补上 对不对 要么往里补钱 要么呢 把你自己的亚马逊股票给卖了 是吧 你卖了也不行 对不对 你那些有亚马逊的那些基金怎么办呢 所以基本上就是 自己赔钱 ok 那刚才说的啊 是空头交non-cash collateral的情况 那么如果空头交钱 是吧 用cash collateral作为抵押 给blackrock 这个时候呢 blackrock就可以去用这笔钱 去做一些投资 是吧 钱生钱嘛 对吧 赚钱给自己客户发利息嘛 如果这个时候 amc的股价涨到70块钱了 同样的道理 对不对 还是需要空方那边补交collateral 那么后面的情况呢 就跟刚才 non-cash collateral一样了 大家都关心这种情况下 squeeze 会不会继续发生 那么我认为呢 blackrock最终还是要跟着指数基金走的 刚才说了 对不对 这个passive management 是吧 你还是要买回amc的股票 所以还是会有买放压力 那amc股价 它就是继续上涨 是吧 就还是有可能发生 squeeze 那么有人可能就会问了啊 blackrock 历史上 有没有因为空头default 没还上借来的股票 而被迫自己去解决的呢 这个blackrock自己在官网说了 从1981年到现在 这种事发生过三次 每一次blackrock都最终自己买回了这些借出的股票 这个仅供参考 大家听过前面这么一段描述 是不是有点熟悉 是不是 可能细节有差啊 但是这个过程好像在那听过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节目说过的 解读nscc2021010那期节目 所以当时我的理解和讲解 可能也有点偏差 这个collateral的 不管是托管 还是支配 这个问题呢 并不是那个法案 新提出来的东西 在blackrock的网站上 早就介绍过这个过程了 nscc010那个法案 更加有针对性 是吧 针对我们刚才描述 这种可能出现的 各类default的情况 是吧 就是 如何减少风险 是吧 因为default可能来自空头 也可能来自blackrock 对吧 你拿着空头的这个collateral 你瞎投资 是吧 你blackrock去拿着空头的这个cash 去买了个中概股 是吧 教育股 20块钱买的 结果空头呢 按期把amc股票给你还回来了 你这呢 教育股跌到就剩0.005美元了 这你怎么办呢 我在马路边减到一分钱 是吧 大家都记着这首奥师哥 是吧 人家随便上马路溜一圈 都能减到一分钱 你这被你瞎争呢 剩的不到一分钱 这不就坑嘛 所以nscc010的法案 就是提出一些 可能的应对措施 降低这种事发生的时候呢 给市场带来的这个压力 ok 刚才讲了这么多 这都是借amc股票做空 然后用来抵押collateral那部分 那这个collateral呢 一旦空头把amc股票给你还回来了 你就还得还给人家 那你blackrock 那还挣什么钱呢 答案就是borrow fee 或者叫stock loan fee 是吧 就是借贷的费用 那这个费用呢 一般就是一个年利率的算法 具体数值呢 同样是blackrock和空头 以及中介之间协商决定的 这个呢 不是乱定啊 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 有很多空头都抢着借amc股票做空的时候 这个股票供不应求 那么borrow fee肯定就很高 反过来 没什么空头抢了 做空的需求也不强烈了 blackrock这边呢 库存很富裕 那么borrow fee就降下来了 所以大家看啊 五月那会儿 amc的borrow fee高到离谱 现在呢 其实已经是降下来了 这个呢 也反映了空头那边 对amc做空操作的一个决策 那么空头呢 借amc股票 借多久 也是一个跟blackrock这边协商的一个结果 借多长时间定来之后 根据这个年利率的这个数字 折合到每一天 这就是空头每天要去付的利息 这个在investopedia这个网站上有一个例子 写的很清楚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看这个空头啊 在股价25美元的时候 借了一个million的股票去做空 年利率3% 所以对应过来 每一天 他需要交给blackrock的钱 就是2083这么多美元 所以这个呢 也就构成了blackrock的另一部分 主要收入 所以我们看到啊 正常情况下 blackrock 他是根本不着急 让你空头把股票还回来的 因为他有collateral在手里 又每天呢 能收利息 他不亏 对吧 所以要想真的促成margin call 想让blackrock都慌起来 这个amc 或者gme 这个股价还需要涨得再快 再猛一些 这也同样就是 为什么上期节目里 我们提到gmchannels 他说的 空头平仓不难 这可能也是另一个原因 那么接下来 第五个问题 谁付股息 谁有voting的权利 问这个问题 主要是源自很多人憧憬的 机构会不会recall shares 从而促使squeeze的到来 股息这件事 在blackrock官网上明确说了 如果比方说amc发股息了 那么这笔钱 需要空头付给blackrock的相应的这个基金上 voting right呢 投票权 这个事 blackrock官网上也说了 voting right是可以传递下去的 假如说blackrock借出了amc的股票 给一下银行 那么这个时候 银行就有了voting right 那这个时候 空头来找银行 借amc的股票 借到了 但是还没有去做空 空头也就有了voting right 空头开始做空amc了 那么从空头手里买到这些股票的 这些个用户 他们就有了voting right了 所以这个voting right是可以一级一级一级传下去的 股票在谁手里 谁就有这个投票权 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代理投票权 英文我们叫做votingproxy 就是授权他人 代表自己在股东大会上投票 这个amc和gme都有过 大家都有印象 对吧 但是一般呢 不会有人授权 尤其是对大机构而言 所以呢 这件事 blackrock理论上是有可能召回股票的 也就是因为我们说的recall shares 但是 在他们官网上也举了例子了 具体的例子 这里时间关系 我就不仔细讲了 总结一下 就是blackrock 他会尽量的不去recall shares 尤其是当没有必要recall 就可以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跟公司谈清楚的前提下 但是迫不得已的时候呢 他们当然会去第一时间recall shares 比如下面这个telecom这个股票的例子 是吧 他们不但recall shares 而且呢 限制了这个对这个股票的借出 但是因为这个股票 当时啊 并没有被严重做空啊 所以这个股价上的变化呢 对我们现在amcgme 其实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总之 可以推测出blackrock 假如真的借出过amcgme股票给空头 那么也就并没有召回他们 因为他们可能认为 并没有这个必要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 是所有机构都像blackrock这样吗 答案 不是 前几天不是有个新闻说 瑞士国家银行snb在大局购买amc股票吗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因为据我所知 smb不提供securities lending这个业务 另外呢 同样持有大量amcgme股票的vanguard 他们对待securities lending的态度 也和blackrock截然不同 vanguard的历史上 基金里的股票 被借出平均所占的比例只有2% 相比之下呢 blackrock是超过10%的 根据2018年的这篇文章啊 blackrock的这个security lending agent 会收取超过20%的借贷费用 相比之下呢 vanguard他是不收lending agent fee的 而只是收取少量的行政费用 这个也不到2% 我们知道lending agent就是和lender之间要协议分钱的嘛 所以vanguard这边的agent收的少 也意味着vanguard本身借贷费用就低 也就是说 他们并不指着这个securities lending来挣钱 所以这点是跟blackrock不一样的 所以对于不同的机构 对amcgme股票的影响 我们还是要 要以不同的不同的研究和分析来推断 ok 那这期节目时间已经非常长了 所以先到这 如果大家对blackrock 对机构还有什么其他疑惑 欢迎留言讨论 如果疑问还比较多的话呢 我会考虑再单独做一期节目 我非常感谢所有看到这里的朋友 我的这些视频 时间都不短 所以每一个耐心看完的 我都很感激 这个也算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 谢谢各位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分享更多金钱的秘密 再见